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0号星期五 亚太时间是9月21号星期六 日本小学生在深圳遇刺身亡 男童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戳人泪线 而事实证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行凶 并且得到了中共莫容纵许 这桩案件彻底激怒了日本 当然也治好了日本的和平病 不仅日本的企业撤离中国已经是势不可挡 而且中日之间甚至可能会爆发战争 另外在今天还会最后再补充一些最新的爆料消息 湖南财政厅女厅长被捆绑后扔下13楼这件事 有了最新爆料 行凶者是公安厅的警察 为老板杀了女厅长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是失控了 18号早上 女家人步行前往学校上学的途中 日本男生沈航平遭到了贤凶中某持刀攻击 最终是抢救无效 沈航平在19号凌晨1点36分离世 孩子的父亲小山淳平写了一封信 介绍沈航平的一些情况 平静的语言当中却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让阅读者不由的心酸流泪 信中说 航平非常喜欢昆虫和爬行动物 是个拥有独特眼力 能发现任何小生物的孩子 他拥有比任何人都更为温柔的心灵 从小就喜欢画画 是一个对语言很有天赋的孩子 能够流利的使用日语和中文 信中表示 对跟随父亲前往深圳 航平对这个安排一直是犹豫不决 因为偏食 航平一开始很难适应当地的饮食 但是最近 他喜欢上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食物 并且迷上了刚刚开始的篮球运动 小山淳平表示 完全没有料到孩子突然离开 现在内心充满了困惑和无尽的悲痛 小山淳平说 我再也无法看到他如何成长 如何成为大人 无法保护他 这将成为我一生都无法释怀的悔恨 信中写到 航平既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 他的母亲是中国人 曾在日本生活了近十年 他的父亲是一个 已经在中国度过了将近一半人生的日本人 信中表示 航平三岁前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中国母亲的家中 渡过的 他拥有日本和中国两国根源的事实 不会改变 小山淳平在信中表示 不会憎恨中国 也不会憎恨日本 尽管日中两国有风俗和文化诧异 但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他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 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小山淳平在信的最后写到 最重要的是 我想对航平表示感激 感谢他让我们成为父母 感谢他在我们身边度过了十年八个月又七天的时光 我们将会继续坚强的生活下去 为他继续走完他未完成的路 这是小山淳平这封信的大概内容 看得出言语平和情绪冷静 展现出了日本人所拥有的那份极高的素质 但尽管如此 言语争言仍然难以掩饰痛失爱死的那份伤心与不舍 父母给他取名叫杭平 我估计可能是盼望 希望他一生平平安安能够稳坐向前 但是他的人生就被强行终止在十年八个月又七天的日子 作为父母 小山淳平怎么可能不难过呢 很多中国网民阅读了这封信都表示泪目了 有的表示看哭了好难过 有的说心都碎了 有的说这封信真让人羞愧 这些全都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 就像那些前往现场送花的中国民众一样 都是人性中善良的体现 有不少视频显示日本男同航平不幸离世之后 陆续有深圳市民前往学校门口去送花 以示哀悼 送花的人们大都是神情哀伤 不发一言 还有女士在送过鲜花之后 低头捂着嘴离开了 在深圳打工的广州女孩 化名李小姐表示 很多人都震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李小姐表示 19号晚上送花的人非常多 门口挤满了人 说到一半的时候 李小姐就开始落泪 她说身为中国人 我真的很想跟航平说声对不起 现场花束卡片上的留言 都展现着人们的善良一面 有的写着孩子别哭别怕 阿姨守护你 一位深圳人写道孩子对不起 北京人广州人也写道孩子对不起 一个中国人写道孩子一路走好 一位深圳妈妈写道孩子对不起 请安息 还有一个卡片上写着 愿你得以安息 愿上天保佑你的灵魂 小朋友一路走好 另一位中国妈妈在卡片上写着 对不起可爱的孩子 我们没有守护好你 希望天堂没有痛苦 一路走好 根据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表示 深圳日本人学校已经收到了社会各界的 一千多数画数 不过 这也是比较讽刺的一个数字 它反映着是中共仇日教育在许多人的心里面 已经深深的扎根了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深圳是中国的一线大城市 常住人口就有近一千七百八十万 如果再加上流动人口 估计将要达到两千万左右 但是为孩子去送花的人数 却只有一千多人 不是让人感到悲哀吗 当然这与中共的做法也有直接的关系 从网络照片和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日本人学校的牌子 已经被遮挡了 旁边支起了一个遮阳棚 里面坐着三个人 两名黑衣人和一个穿白T恤的男子 这三个人都是戴着口罩 而在他们的身后 围栏上携放着钢叉等防护器具 当人们把鲜花摆在门口之后 保安随即上前就把鲜花给收走 另外在学校附近通往大门的通道 有不少保安在环顾着过往行人 当局这样的安排 自然会使许多人望而却步 担心被找上门遭到求后算账 到现场送花的王先生和李先生表示 在我们哀悼的时候 你不敢相信 有一些网民还当杀人凶手 钟某是英雄 王先生和李先生都担忧 这样下去 未来真的还会有事情发生 不过对于杀人凶手 深圳警方则表示 被当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钟某 无固定职业 2015年曾涉嫌破坏电信设施 举保候审2019年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 通报还称该案属偶发个案 钟某为单人作案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的确是好的 但是甩锅给钟某是有犯罪前科的人 这个就有点推卸责任的嫌疑了 而真相确实是并非如此 中共是明显的在推卸责任 昨天的《华尔街日报》披露 就在钟某18号行刺航评的几天前 大陆微信平台上出现了一段视频 拍摄了深圳日本人学校等照片 视频中暗示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 是培养间谍的地方 称这些学校是新殖民地 有一群暴徒在网上呼吁当地的警方 将这些日本人学校驱逐出中国 这样的公开讨论 微信群里面持续了一周左右的时间 我找到了另外一段视频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B站上的一段视频 看看都不能看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是日术界吗 这是华人鱼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吗 日本人学校在中国的土地上 现在总共有三十五所 上海 苏州 深圳 广州 好了 现在神秘到这种程度 前面苏党族 哪一个学校的牌都是党族的 为什么这么干 隐藏什么 因为我们很奇怪 怎么会一个日本学校 而且什么中国人没人在读上 而且都是全国面 从校长一直到里面的保健 全国是日本人 任何中国人是不能进入的 除非特殊原因 上课窗帘全部是拿上的 这不是天大的讽刺 天大的笑话吗 他们害怕什么 是高压界 在保护什么 在隐藏什么 还有一点 日本人 请离东北之前的话 四五天跟日本 最后就是学了很多的中国的东西 以后的话 先进来的 长的时候多年 短的时候三五年 那么前一天打就来的时候 就这批人 成为他们的向导 那打哪 中国省事惨重 那中国老百姓 为什么要恨日本人呢 杀了我们两千多万人啊 钓鱼岛就是中国的 他不承认 非我之类情心卑异 我是非常的震撼 千人坑 我看了以后 眼泪掉下来 哎呀 我没想到 从来我发现 那还有个日本学校 所以今天我就来看一下 我们是一个满腔的热情人 爱过热情人 看过这样的视频 大家还会相信这是偶发个案吗 会相信中共说的中某是单人作案吗 今年六月份苏州袭击日本校车事件 以及吉林刺伤四名美国人的事件 与这次日本小学生航平被刺杀都是一样 绝不是孤狼行为 它的背后全都是中共在主使 是中共多年来仇外宣传的结果 如果没有中共的默许 纵容和支持 这些人哪来的市场 中共的网控非常严厉 像这样的视频 如果是中共禁止的话 怎么可能在大陆网络上 大行其道公开传播呢 所以说中共没有责任吗 这不是中共纵容和支持的结果吗 有人可能不信 没关系 如果大家不信 可以做一个试验 你在大陆的网站上发一段视频 或者是一张图片 内容都是打倒共产党 消灭共产党 你看看中共警察 会不会分分钟就找到你 早在2016年9月 有网民就引述导演李军林的说法 发了个帖子 没有日本鬼子 我们可怎么活呀 帖子中这么表示 我们都恨死日本 其实日本鬼子全身都是宝 解放前利用日本鬼子打国民党 后来利用日本鬼子搞经济 现在利用日本鬼子搞爱国主义教育 转移民众视线 你想想 如果没有日本鬼子 他们可怎么活呀 至少影视圈 绝大部分的人要失业 其实像刚才那段视频当中 慷慨激昂的那个男子 包括这样的人都在内 在我看来是既可悲又可笑 他们都可以试试看 你能不能进入到中共的信访办 中南海等等这些地方 这是中国人的地方 你能进得去吗 真正瞧不起中国人的到底是谁呢 另外这个人也是很可怜 虽然年龄已经不小了 但是我认为他真的很糊涂 被中共耍弄来耍弄去耍弄了一辈子 他都没有觉得是被侮辱 反倒还自诩是满腔热情的爱国者 有一位四川网民发了个帖子指出 仇恨教育的本质是奴役 统治者无法利用利益吸引智者的时候 就用仇恨来凝聚弱者 大家想一想 满脑子都是被灌输了仇日思想 仇恨美思想的人 他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后面的内容更加重要 所以请大家不要离开 我只用一分钟就介绍一下 这个Dermarola玻尿酸补水修复面膜 现在已经是秋季了 干燥的秋风容易使人的皮肤出现皱纹 那么Dermarola补水修复面膜 它里面富含维生素E 可以对抗紫外线损害 可以抗衰老 而且里面还有武圣泰3000可以简单细纹 大家如果到蓝莓优品去购买的话 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XWKD就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 四合原价230美元 只需要195.5美元 便宜42.16美元 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有网民发帖透露 凶手中某行凶使用的是带钩的刀 那个日本孩子的肠子都捅出来了 一位住在日本人学校附近的袁先生向媒体透露 他的太太送女儿上学时正好目睹了案发现场 袁先生表示 男童的腹部与双腿出现大面积刀伤 当场鲜血直流 躺在大片血中一动不动 男孩伤势严重 可能是腹部被刀刺伤 肠子都露了出来 男童的母亲双手沾满大量鲜血 用中文喊叫 我家的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 救救我 航平的悲惨离世终于激怒了日本人 日本国内现在许多有影响力的名人 都在发声舆论海啸是前所未有的汹涌 有的在转发中共的仇日教育 有的是指责日本政府的和平病 还有很多人呼吁跟中共国断交 禁止前往中国旅游等等 前联合国专员 日本作家古本真由美 转发了一段B站上的视频 是一部中共抗日神剧当中的片段 古本表示 请大家醒醒吧 这是在中共国塑造日本人的形象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日本学校会被攻击 孩子们会被杀 这段视频仅仅是一天的时间 就有220多万人观看 6300多人转发 古本真由美转发的另一则视频 是一群中国的小孩子们扮演的中共红军枪杀日本兵的内容 他指出这就是中共反日教育屠杀日本儿童的原因 高须客迷也转发了这则视频 并且发表了评论 帖子中表示 中共这样教育孩子已经伤害到日本人民了 中共政府的日中友好 只是说说而已 高须客迷是日本整形医院创始人 也是知名的评论家 影响力非常大 他转发的这个帖子 两天内就有290多万人观看 16000多人转发 还有一段六位府转发的视频 视频中显示一些中国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纷纷去踩踏地面上放置的日本国旗 六位府在转发这则视频中表示 中共国的孩子们从小就被中共打上了反日的印记 谈什么日中友好 绝不可能 他质问 日本政府为什么对此类暴行保持沉默 这则视频有150多万人观看 还有11000多人转发 有人在下面跟帖表示 这些孩子长大后将成为深圳年满44岁的凶手 另一位网民则批评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有很大的责任 对中共的抗日教育采取宽容的态度 还有一位网民批评写道 不仅是日本政府 还有日本企业 即使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将其有价值的员工派往这些国家 也是做错了事 我希望鼓励他们尽快返回祖国 今天早晨的时候 有一位日本的朋友跟我联系 在信息中表示 这件事很严重 日本沸腾了 在看过这些丑日视频 没有一个日本人能淡定 日本长期以来和平惯了 很大部分日本人都有一种和平病 这下都给整得不淡定了 朋友说 日本民间骂声很大 都在骂日本政府 长期待包容邻国中共 受够了 口水都要淹没政府了 政要们如果不出来轮流骂两句 都要没法混下去了 日本政府再不干点什么 再想像以前一样紧紧口头抗议一下下 恐怕已经不行了 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外部大臣上川杨子 经济大臣高市早苗等等 都在出面谴责中共的犯罪行为卑鄙 并且要求中共尽快做出解释 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另外日本还计划派外向前往中国进行沟通等等 大家都知道 日本马上就要更换新首相了 曾经那些对中共持有怀柔政策的候选人 现在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如果不出意外 对中共软弱的候选人 现在都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现在这下好 日本的和平病被治好了 是被十岁的沈航平用自己的生命 给治好了日本政界的和平病 日本国内的民情不仅对日本政要是一种压力 台湾政要也感受到了压力 台湾行政院长卓仲泰的今天表示 如果必须前往中国 自身需要提高警觉 此外 始作俑者中共 现在也感到不妙 赶紧做出了一个挽救动作 试图挽回影响 中共外交部在今天宣布 将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表示 中日两国达成共识 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中共真是无耻 一方面仍在继续渲染日本排放福岛核废水事件 另一方面又想要挽回对中日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特别是对日本在华企业的冲击 别说是部分恢复 即便是立即全面恢复日本的水产品进口 现在也已经是无济于世了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全忠表示 在过去几年日本社会一直传闻 表示日本人去中国不安全 会被检查 会遭遇不好的事情 深圳这件事 无疑坐实的这个说法 恐惧之下 日中关系继续恶化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另外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也已经是无法阻挡了 昨天抵达深圳的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县志 联络了中国日本商会和日本人学校的相关人员 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会议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会后 大量的在华日本企业就纷纷采取了行动 支持在中国的日本员工及家人回到日本国去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敦促日本政府 设法确保在华日籍人员的安全 丰田公司表示 将最优先照顾派助员和家属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本田公司表示 将听取有家属随行的员工要求 研究今后的应对措施 日产汽车表示 将单独训问有家属随行的派助员 并努力解决他们可能存在的任何顾虑 还将确认儿童就读学校的安全管理状况 除了汽车企业 三菱重工向员工们呼吁 注意确保安全 在中国拥有70名派助员的大型商社提醒员工 不要靠近示威和集会 松下电器表示 允许在华员工及家人短暂返回日本 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大约有100名员工的东芝 呼吁员工正前往或住在中国的员工注意安全 日本银行家协会则呼吁成员 评估海外分行的潜在风险建立安全确认系统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 仇杀日本人事件发生后 很多日企已宣布中国员工可以带家眷返回日本 这种趋势现在已经挡不住了 谢金河认为 这个事件可能使众多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去年三菱汽车已宣布撤出中国 新日帖也结束20年来与宝钢的合作 苏州的大同电工也宣布撤离 这次深圳日本儿童事件可能催化更多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谢金河表示 过去几十年来 日本进入中国的企业大约有31300家 虽然陆陆续续有离开中国的 但截止到去年 日本外务省的数据显示 在中国有业务的日本公司至少有13000家 日本前驻澳大利亚大使 山上真吴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 中共长期以来在学校进行反日教育 外交上对日本搞战狼外交 他建议日本企业在这种攻击之下 需要重新考虑再化投资 综合这些情况 日本撤离在华企业已经是势不可挡了 威邦没入和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都在提醒着日本人 应该尽快地远离是非之地 因为谁都很难预料 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谢金河表示 一个在深圳就读日本学校的十岁儿童 上学途中被人用刀刺中腹部 肠子外露 不幸迷失 这个事件发生在918 这是中共仇治情绪极致的意外事件 如果这个事件恶化 稍微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一场大战 谢金河指出 历史上的争议向来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亚洲各国必须谨慎 密切关注这个事件的演变 我之前跟大家多次都提到 日本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硬骨头的国家 现在终于被中共给激怒了 所以我们就等着看吧 即使中日之间不发生战争 那么中国经济也一定会进一步受到冲击影响 而生活在底层的那些中国百姓 生活将更加艰难 而生不如死的百姓一定会越来越多 昨天晚上 有一群90后年轻人 就聚在了北京海淀区的上庄桥 集体跳河自杀了 据称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有7个人去世了 视频中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现场都在围观 上庄桥事发点 已经被拉上了警戒线 警察在向外驱赶着民众 而不远处还有警车和消防车 对于这些自杀的年轻人 很多网民纷纷表达了惋惜 有留言表示 年轻人的最大资产就是年轻 眼前困境重重 手中看似毫无资源 但你还有年轻啊 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源 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希望 当然也有不少网民表示 既然有自杀的勇气 为什么不去找中共算账呢 学学人家五个人干掉了 副市长全家 七个人都可以干漂亮的大案 说到被五人杀掉的陕西咸阳 当副市长这个案子 再次有网民表示 是习近平的私生子 是31岁的叫王荣鹏的人 这个人一直跟着他的外婆生活 我们没有办法核实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习近平的私生子 但是单从照片来看的话 眉宇间与习近平确实有几分相似 我们不管被杀的 现在是不是习近平的私生子了 仅仅就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副市长 全家被杀这件事 就已经足以震撼中共政坛了 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到 中共杀官似乎在不断的发生 并且有不断升级的趋势 昨天节目中谈到了 湖南财政厅厅长刘文杰 被捆绑之后扔下13楼这件事 这起事件的恐怖程度 比咸阳市副市长全家被杀的恐怖程度 并不逊色 更让中共官员胆寒 而现在又爆出了新料 刑凶者是警察 这是一桩黑杀黑的恐怖案件 昨天根据网媒的爆料 说包公头去找刘文杰 催要被拖欠的6000万元工程款 那些钱去哪了呢 据说是被刘文杰给了李威威的儿子 李威威是已经落马的前湖南省政协主席 政部级的官员 据说他的儿子是卷了十几亿 跑到国外去了 包公头全家是家破人亡 于是选择了同归于尽 网络对话中显示 被绑扔下去 惨叫声响彻小区 据罗祥在X平台透露 目前已知是买凶杀人灭口 至于另外两人怎么掉下去的 推测是听到动静的人敢去查看被杀手一起灭口了 前大陆媒体人赵篮健也表示 据说与李威威案件有关 是官僚之间黑吃黑 他听朋友说 另外两个被丢下去的可能是邻居 听到动静看热闹了 被躲在暗处的杀手一起杀了 从网络截图中看 两个行凶者都是湖南省公安厅的警察 赵篮健表示 凌晨听朋友说 江辉和江一辉都是警察 但是他经过强烈的朋友核实 只确认江辉是平江县公安刑警 江一辉不是警察 赵篮健指出 这起事件是警察给老板当了杀手 杀了财政厅长 有湖南媒体界人士表示 这件事代表着中国国内 实际上已经社会程序失控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句 就是恐怕这还是开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大家愿意进一步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对我进行资助 那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里边所有的商品 都是正品保真的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保乐亚粉等等 这些商品呢 大家都可以放心选购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